Hello 你好 你好 你怎樣的法文 可以了嗎 當然沒有 我現在用一個APP來學的 叫Dualingual 很多人都用的 每天 它一定要你LOCK IN 有些分數給你 簡單單單地學 好像打機一樣 有很多按鍵 要答案 它一定要你每天都要上去 要不然你就會倒扣分 到時你負分就要付錢 那個APP 挺好 很精彩 你一扣錢的人 就會低起心肝去學一下 我都說寫Signups 但還是覺得發音是很難的 不是呀 我覺得你OK 你是這些完美主義者 一開始就想要講到好像我這樣 沒有可能的 我浸了三十幾年了 是的 那這次其實你都闖綴 但是也很有收穫 是呀 是呀 首先是Bourne Marché 然後去Dior 那今天就去了這個 Brunello Cuccinari的專門店 是呀 因為Bourne Marché那些 就是有一個section 但是不夠齊 那些貨 那特意去了那條聖安娜街 怎麼說呢 慢慢 Saint Zenoche Saint Zenoche 是的 OK 那我發覺 那為什麼我沒有開箱 帶了一本catalog給你們呢 就是因為呢 原來你在那裡買東西 然後它可以寄到香港 那一般來說呢 退稅呢 如果你在機場退 就是十幾個percent 十啊或者十一 如果它寄回香港呢 你會享受到 十六點七七七七七的稅 都幾多 就是八三折啦 差不多 那它不知買滿千多元 歐羅就free shipping的啦 那說真的 它隨便一頂帽子 都過千多元的 真的很貴貴 那再加上 歐羅又很低 是啊 所以呢 買不對得 就是對不起自己 真的呀 這個牌子 這些cashmare 這個牌子我多數是夏天買少少東西的 就是等它減價 其實就先買 因為太貴了 冬天東西真的好 不捨得 買一件半件 有時候真的很喜歡 這一條cashmare 會不會 我都等它減價才買 它是明顯貴過 譬如你法國那些什麼 Hermes那些 它的cashmare 是更加貴 更貴過 就是同一件sweater 那樣 它還是貴一點的 所以它全世界最貴的cashmare 還有Laura Piana 都貴的 但Laura Piana 這款其實很正式 不型格的 我覺得 是 但它這款呢 就是很 就是可以做layering 它又有T-shirt 又有襯衣 又有一條銀邊 那樣 是怎樣搭呢 都漂亮的 是嗎 真的 不過當然 很意大利 不是很法國 我說一件都沒買過 讓我儲一下錢先 如果你是考慮cashmare sweater 絕對應該是 但說真的 它這套搭好了 就不是給你在巴黎街那裡走的 但是就很在羅馬那裡走 是 真的很意大利的感覺 是 但是你可以拿它一些元素 你自己搭配一些巴黎風格的 這些你懂的 它的皮帶都很漂亮 你這次你主力是什麼 cashmare的東西 買了一頂便利 然後它又有些刺繡 所以因為一般便利看起來 都很貴的 雖然是cashmare 有很多cashmare便利 但是你 有些 有些設計 都是正一點的 老實說 我不是很懂這個牌子 但是呢 你看它 是真是很型格的 雖然是很basic的東西 譬如你看這個 都超級 超型格的 我要研究一下 首先是儲錢 哈哈 不能挑剔的了 這個 那你在那裡搞了多久 因為我好像等你等了很久 對不起 其實我等是因為 真的塞車 但是那裡 你知道我購物 好像快過閃電 那已經 有一件外套就很貴的 又可以兩層這樣穿的 那說真的 全世界的cashmare 只有它這個牌子 會這樣做 一件這麼奇怪的外套 那我為了買到外套 然後我要放棄其他東西 所以我也想想放棄什麼 哈哈 總不能什麼都賣光的 不可以這麼放縱的 我覺得始終都 是 那那裡搞了一陣子 然後因為要寄回香港 所以就搞了一陣子 這樣吧 我們的飲品到了 是的 那我介紹一下 其實呢 我就抓了Erica 來到巴黎的cova 巴黎的cova 就不跟香港cova 不是美心的 不是美心的 巴黎的cova就是LV Group 買了的 那差不多 所以它的東西都很有水準 整個staff都是意大利人 講一些法文有意大利音 那些人覺得很sexy 對 覺得好像很地道 有時候lunch我都會來吃 它的東西是好吃的 OK的 Cappuccino 你是Cappuccino 你是Cappuccino 我是Ice Tea 本店也是為了這樣 果然對事 還有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發覺那些小咖啡廳 就是外面有些圓海那些 那些咖啡 真是多謝了 很難用 就是它省渠水好一點 是很靠的 就是那些是 有淡有淡有苦 我都不明白 混合了那些味 很多法國人 真的喝那些 好像當作涼茶 那樣 巴黎的喝 我男朋友 他現在退休 以前他上班 他真的一天喝四、五杯 一天喝四、五杯 其實意大利人都喝很多 他們早上又說要提神 但是意大利那些沒那麼苦 大哥 我發覺那些多苦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難喝 但是沒有人把這個秘密說出來 我們現在要說 他們覺得很好喝 他們覺得喝涼茶 我覺得很好喝 真的是文化的東西 可能他們喝飯 但是那種和意大利咖啡 真的不能給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好像周遊列國 都去過住過玩過 我這些旁觀者很羨慕 就是覺得明明我老過你一段 為什麼你好像已經掌握了自己的生活 各樣東西好知道應該怎麼處理 其實才不是 為什麼不是 我自從離開了香港之後 大家都知道 去了溫哥華落腳 本身打算落腳 這人太冷 然後去了Vegas找我姐姐 我一住就住了整四個月 然後又回香港一來 然後又回溫哥華 爽快 大家很羨慕 但是真的 我覺得現在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 其實我香港還租了屋 是呀 那為什麼我不是在加拿大全年 就是有個天氣的問題 即是溫哥華的冬天 在天氣下雨 又不是說很冷 可能下十天八天雪 但是雪都未必蒸很多 你好像出名 很怕冷 真的很怕冷 是 那 而且呢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說 就是有個嚴重的睡午問題 嗯 我絕對不可以在加拿大留那麼久 我現在都是住宿的身份 去一下 去一下 就不可以留到半年 不可以的 不然就加好重睡 對 我也是真的住宿 那 你想想我本身打算是Base那家屋 其實都是只有半年 嗯 那我的東西就在溫哥華 嗯 那好吧 我如果要去Vegas 我只能收拾兩架 其實整個Wardroom 所有鞋 所有 袋子也在香港 我還要 因為那些袋子我不敢去加拿大 我怕被人打算 神經病 是啊 我聽過太多這些恐怖的故事 我完全不敢 有些錶子也在香港 有些手飾也在香港 是啊 還有說真的 我帶些手飾去加拿大做什麼 誰看的 把鬼 是啊 美衣 只可以在巴黎跟東京穿 東京是 之前進不了 現在可以進去了 可以帶些衣服 或者有些香港的袋子 也可以去東京 拌拌拌拌 加拿大美國 擺噗噓 所以其實你呢 都是在摸索 都未知國家應該是哪個國家 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我也很羨慕 一些香港人 去英國就是 settle down 也都沒有考慮稅務的問題 英國的稅亦都沒有加拿大 美國那些那麼重 是不是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的 香港也像英國 也有 但你真的決定定下降 你小朋友那裡讀書就肯給我稅 因為他們在英國讀書就等於讀國際學校 我沒有小朋友 我在加拿大唯一的利益是可以天天打排球 真的這樣 你要我交三四成稅 我就不打排球了 那你的狗的家在哪裡 我的狗都是跟我走來走去 我在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 我去Vegas 他跟我去Vegas 但他就不介意的 他飛一飛 Vegas 我姐姐 我姐夫在那裡 他又覺得家裡很多人玩 OK OK 那其實呢 其實我們認識了幾年 16到現在 6年而已 好像他認識了很久 又好像 不知道呢 可能我們都是對嘴型的人 雖然不是說整天見 但好像都知道對方的性格 價值觀 那我 有時候都覺得 我覺得是 你好像很懂得說不 就是什麼不適合自己 就說不 我就遲很多才懂 那你覺得哪個歲數呢 你是很懂得 即是寫一些東西 總之這件事我是不適合我的 即是拍這些劇 或者要這樣捱奸底下 或者要看無聊人面色 這些就是NO 即是你 什麼歲數就已經懂得規格的了 都… 我想真的是性格來的 還有我那次跟Anita聊天 我回到想 為什麼你們經常都會說YES 其實是跟你們的事業很有關係 是嗎 因為做一個藝人 你不可以經常都說NO 因為難道導演叫你拍什麼 導演叫你演什麼 你這樣又NO 那樣又NO 叫你做個節目又NO 但你都是藝人 所以我不是做不到藝人嗎 藝人跟著就是生意人 即是… 你其實拍過多少個劇 我也想問一下 那次拍過一套比較有角色 跟著已經投行自散 有兩套都不知道做什麼 但那時候… 那時候不會推你去做主持人嗎 主持人我做很多 你牙尖咀咪 很差的 你叫我主持的節目 長的 你叫我吹水我又不行 短的你叫我精簡 我又未必可以 又說要0的air 大哥我正在混合 或者歌手唱到走音 你就會說好聽啊 這樣你做不到這樣 旅遊節目主持我就可以了 但是他們那些有人贊助 你什麼都要讚好 又不行 又不行 難吃叫你說好吃又不行 又喝黑水水什麼的 咖啡又不行 唉呀 那你也是不是適合做 我也是不適合 所以我是適合做YouTuber 對 什麼都要說真 是 好賣好踩就踩 那都是聽真話 如果說到這些社交媒體 又有東西想問你 我呢 其實我這幾年都經常是 憑社交媒體 跟香港人keep in touch 其實我還是挺介意 那些 就是negative的留言 留言 對呀 你一次都不是 是啊 我覺得 如果真的很惡意那些 我覺得真的 不可以理會 就是他每個影片都漏十個 那些 那些 我覺得是 根本是他的內容不得力 他是為了攻擊不攻擊 他為了什麼 那些賊存在感 那些東西 所以這些 我覺得如果有需要的 我不但不理會 我block 為了他 我也覺得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最難處理的 就是有些 有點 他開頭 就是好像很好地地 他呢 我明白的 你繼續說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到了可能兩個月 三個月 或者他見到 你有like過他一些 comment的時候 他突然間就是 不知得戚啊 還是開始跳濟啊 還是怎樣 無端端開始說一些 很囂張 腰心腰肺 那越腰呢 你就越猛 甚至跟著 直接是 針對你 但是他那個開頭呢 你是覺得 一個很好fans 真的 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們要 任何youtuber 或者任何人 其實都要小心 不過這些 是一些某一種 病態fans的行為 如果你平時是 就是普通上班一個人 你未必會見到 因為你未必會有 那種fans 這個fans 他本身真的是fans 但是當然 他的性格很容易 心理不平衡 那如果你是跟他有接觸 你like過他的comment 你給他一個反應 就麻煩了 他就會有些自我形象 他會覺得 哇Sony採我 我吸引到他注意力 然後呢 他就會想控制你 反過來 他就會說 你為什麼不敢說 我叫我 說你穿這套衣服不漂亮 你還不穿 你幹嘛 你見過 你見過 我完全明白這類人 他就會覺得想控制你 對呀 我覺得這一下令人害怕 他控制 你不聽他說 你就死了 他就由愛變狠 爆了 對 他就會爆了 然後你再不理他 或者block他 他就會瘋了 哇 你很明白 對 你完全是每個步驟 每個步驟 對 最後到瘋了 因為我見過 所以我現在明白 為什麼 有些知名度高的人 為什麼從來都不會在社交媒體有任何反應 沒有任何反應 最初我會覺得很忙 你現在這麼大支野 就是會這樣 但是後來我自己經過了這些事 我明白到原來是不可以被任何反應 那我又會覺得 明明有些是很正常的粉絲 你真的很想like一下 但又不能like 因為你不知道一百個人 裡面可能有一個是potentially 是sort的 對 你要take your chances 我明白 其實你是跟粉絲的距離 是比我近很多 對 對 你看到那些engagement 都知道 我的粉絲 我看完哈哈 這樣就完 未必會給我的reaction 但是你是 你是跟粉絲很close 我很明白 但是你是很想跟他們 做一個closer connection 對 還有有時候 有些人留言 真的留得很精靜 很好笑 很好笑的 你很想like 但是現在不敢 不敢 不敢 因為我試過有兩個很明顯 但是其實total 我想起碼都有四五個 就是初初好好地地 你一有反應 它是想 控制你 控制你 你變成它的一個物件 那我就很害怕 但是你為不為了一棵樹 放棄一個森林 那這樣地要用 就是跟粉絲的close 是很好的 或者你真的可能回香港 面對面那一種close 因為你面對面 你始終那些人 你是比較容易spot到的 是嗎 我比較遲鈍 我試過呢 我試過呢 面對面呢 有一個呢 有兩個 嗯 他真的捉住我 不放 說不知十五分鐘的事情 那些都可能是普通粉絲 不是 但是 但是 他會叫你 就是 他會 指你做事的 你明不明白 就是 他會 你坐這裏 Sony 你坐這裏先 這樣 那你就馬上走了 如果一有這個行為 是出現了 你就說 哎呀我沒有空 我要招呼她 那好在 現在知道 Yvonne就會來解圍 好在 對啦 你要多一個Yvonne 但是 你要一個人 就是二十四小時 在這裏場上 就是 Erica 你站這邊 你站這邊 這樣 不過 那我一定輸走了 我想你的氣場 是不敢這樣 沒有你的氣場 其實我呢 有個怪的氣場 其實都是 因為可能我比較小 還有你 如果不是很熟我 你未必知道我這麼強勢 有些人會以為我是很弱勢的人 如果不是很熟我的人 那他們真的會推動我 真的會推動我 那 那 或者新認識的人 或者不在香港 或者不認識我的人 都有時候會覺得我是弱勢的 真的嗎 這麼好笑 是的 真的 我第一眼 見你不認識你的時候 我第一眼 你在車子下來 去巴黎的時候 那時候拍那個 Viu那些 沒有出到街 那時候 我看這個人 真的 隔了五米 我已經覺得 這個不行 哈哈 但是呢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經驗 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我去加拿大打球 那裡是一群人 你報了命 就會有幾個場 幾十個人 你自己 到時就憑默契組隊 然後大家打比賽 那不知為什麼 我可能又穿著運動衣 其實我穿著運動衣 很妹妹 是整個年輕人 不是年輕人 是年輕人 然後就會吸引了一群 不懂得打球的人 同一隊 即是吸引了一群弱者 哈哈 那他們就 然後就後悔了 那我又迷小了一點 然後後悔了 原來你很厲害 同一隊而已 OK的 但是呢 我會覺得會不會是 你剛剛說自己看上去好像很弱質 會不會欺負你的人 會是男人 即是初初不知道 以為這個女生 這樣看她的樣貪美 應該是我控制到的 即我覺得女人應該不會這樣走過來欺負你 反而是男人以為 可能跟你認錯了 認錯了 認錯了 以為我是獲得千千 對 以為請你吃兩頓飯 然後你就好聽教廳話 那些這麼蠢的 不過那個 就是 若細貼過來的時候 就是 都是很短暫的 即是他們後來都會 知道 兩頓飯就知道 是 但是不知為何 一開始那個印象 就是會給他們 就是這樣 即是可能我 可能拿著排球 不出聲 他們就會覺得 是 因為 為何我這樣問呢 因為我呢 我覺得我是 幾惹一些 sort的女人 你那些不是癡漢來的 sort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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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那四個case都是女的 sort的女人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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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反而呢 我在法國電視台活躍的時候 很多sort的鬼佬 即是那些法國佬 我覺得他們真的有點問題 但是就很少說法國婆去煩惱 但是呢 我接觸香港的觀眾的時候 我就覺得 都幾多 一些有問題的 即是女人 其實 例如說 她都是那種操縱 她是想操縱回來的 是 全部都是同一個女人 唉 真的 我避得就避的 是嗎 你真的有時候 不用那麼客氣 即是你不要說 那次跟她說說話 轉身走了 她要這樣的 是嗎 沒有得圓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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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些再說 那就轉身走了 雖然她也是會拉著你 但是你不要被她吞到 不要被她吞到 這個要學一下 這個要學一下 我們要不要一邊吃一下 一邊說 你選吧 你喜歡這個 南妹 對 你吃Rasperry 南妹教一下大家說 Mi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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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Rasperry 這個就是 Vambr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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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多點來住 陪陪我 那我不用這麼慘 你有多慘 你有朋友 不多啊 那 我其實都研究過一件事 就是 為什麼我在香港 有很多東西 覺得很有親切感 明明都 其實我小學五年八年已經離開了 但是又 很多東西很有親切感 在巴黎完全沒有的 雖然我去巴黎 其實我住了二十年了 但是呢 我回到我媽媽的省 我又很有安全感和親切感 所以我就明白 原來呢 你長大住那個地方 就是會令到你有那個安全感 加的感覺 是的 你幾多歲來巴黎 我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那始終是一個工作的地方 是啊 二十五、二十六 還有呢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 原來呢 我對著 譬如我媽媽的省 我讀中學那裡 我看到那些舊同學呢 我又很放鬆的 我在巴黎呢 見幾好幾熟的朋友呢 我都有一些戒心的 嗯 可能 對呀 還有可能我自己 competitive 我這裡的 是啊 還有我自己做節目等等 都 當然有開心的東西 也有不少不開心的東西 令到我的戒心很強 即是我在巴黎呢 原來是 即是好鬼alert那種的 放鬆的 放鬆的 是的 那我一回去 我媽媽我省 見一些中學同學仔 等等 我個人又很放鬆 那個安全感 即是我在巴黎 我是沒有安全感的 我這個沒有安全感的意思 不是說怕別人走來打我荷包 不是這些 而是那個人的戒心 即是我在巴黎是很小心的 那這個都明白的 我相信很多世界的大城市 都會被人這樣的感覺 你在紐約你都不能放鬆 即是 沒辦法的 因為competitive 大家有賺錢 好像你賺我著數 我賺你著數 即是 就算你不是這樣想 可能別人對方也是這樣想 但你在加拿大的時候 你覺得是不是chill呢 加拿大 是的 加拿大是chill的 那我只是打球和放狗而已 主要都是 那是很chill的 是的 東京呢 東京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呢 因為 但又這樣說 加拿大我又沒有 working relationship 在那裡 東京我也沒有 真的有些當是女居 那樣的感覺 是可以很chill的 是的 是的 好笑 我剛剛跟了一個香港朋友聊天 他都經常來巴黎 亦都懂法文的 但是呢 他跟我說 他說 哇 在巴黎呢 每次都要假裝生氣爆爆的樣子 即是你不可以經常都很甜 不可以很kind 這樣會騙的了 是的 那經常呢 好像生氣了整個村人 那這個 真是巴黎 是不是一個特色呢 我覺得在那個documentary 很好笑 那就是一個巴黎人 選一個不是加巴黎人 你究竟怎樣可以拿到 比如在咖啡 拿到一個好一點的服務 那一般人會怎樣呢 啊 excuse me excuse me 是不是好有禮貌 巴黎人就可以了 巴黎人就可以了 嘶嘶嘶 為什麼你不過來 為什麼不過來 這樣你就有好的服務了 那些人 喂 這樣 要摺摺他 好笑 我呢 那有時候我教法文的時候呢 都會跟學生說 因為很多學生學法文都是 因為公司是法國公司 或者會接觸一下 或者接觸一下法國人 工作上 那我說呢 我說其實呢 法國人呢 很多巴黎人 尤其是 都是欺善怕我 絕對 那我就跟那些學生說 你不要捨他 對 因為有時候是 我的學生 譬如要發一些E-mail 去巴黎分告示 那但是 很客氣 他發E-mail 就太過客氣了 那但是 其實大家又不是說 平平座 平平座 原來又不需要就理的 因為他覺得他不懂法文 所以又要更加客氣 又要發聲客氣 但是其實 可能打個法文E-mail 不是你的意思 是嗎 對呀 或者是英文E-mail 那我的學生就說 哎呀 哎呀 我是不是得罪了他 因為他說 因為他 因為他 那個法國人 回覆我說 你不要日日 發E-mail給我 我不回覆 即是說我正在做 但是又沒有Thank you 又沒有Goodbye 又沒有Hello 這樣 但是都很不專業 其實有Acknowledge 我要說 我收到了 做緊 就是都要的 對呀 不回覆的 怎麼知道你是收不到 看不到 不做 還是在做緊 是啊 但是他們是很傳的 我跟學生說 我說 我說 他這麼困 你又要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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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回覆我 怎麼知道你在做緊 應該怎樣 我問 你困得來 又要懶得有幽默感 你做個smiley 就是我教我學生 我教我學生 你只不說 我不是一個pleasure 每天去送E-mail給你的 這個是part of our job 這個communication 是part of our job 然後就smiley 那樣 真是很衰 明明 我還要留著 他 潤著他 然後就做個smiley 對呀 因為巴勒人 其實辦公室政治都是這樣 這樣炮製回去 是的 的而且確 我學生說是work 真的 你是要這樣 我都覺得 氣善怕惡 你說買東西 即是來shocking 那些sales 服務你 當然很應該 它不會串到這樣 但我很明白 做事 或者 可能你已經面對了一些不好的服務 你要態度更加差過去才行 是啊 所以 你再等 Hello Hello Excuse me 都沒有用 你說說excuse me 你不用笑咪咪 總之來到巴黎 你就做一個性格巨星 這樣 對 扮起臉 靚靚地扮起臉 但是有些人扮起臉不漂亮的嘛 哈哈哈哈 笑靚一點 那就要塗多些你的產品 這樣就 對呀 有話說 戴褲餐 對 有型一點的款式 這個我剛剛買的 對 什麼牌子呀 一看就知道 嘩 嘩 酷酷地 在街上 人家叫你 第一次聽不到 第二次先 是 這樣 這樣真的很有巴黎的感覺 這個款式很適合你 是嗎 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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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會很美 還有幾款 第一次的幼頂 比較輕身 還有粗頂 比較重 我女兒比較輕 那我相信這個 我已經足夠退稅了 那不買就不對得住自己,是嗎? 不過你現在說歐羅低,其實可能還會再低一點 英鎊那些也會再下跌 你覺得還有,還有得下跌? 我覺得美元指數會升超過115 甚至是向著120張法 其實美元指數升就代表一欄比一方便會下跌 所以現在唱定一點,一路分散唱 見底回聲也一路唱 總之你這樣唱唱唱十幾次應該可以 所以就拿到很公平的 聽Erica這樣說,我計劃多點工作回香港找港幣 你快點找港幣 那你多點來巴黎探望我 我會,下年四個月 其實我也很想,我有想過我是不是應該移居巴黎 反正我去加拿大也是半年 或者其實可以少過半年 不是一定要去 其實又應該有幾個月在巴黎呢? 但大家都在爭奪夏天 因為溫哥華夏天也不錯 巴黎夏天也很好 反而冬天呢,我就覺得我去香港 我去東京 東京都是冷冬地,但絕對很適合 因為暖氣很厲害 嗯 而且都是下一點雪的 真的不多 不過呢,歐洲這幾年有時候 八月真的很熱 真的有熱 是的,你避了八月去吧 你找多一個國家吧,八月 如果去溫哥華都沒問題 OK,是嗎? 是啊 但溫哥華去到九月幾都冬的了 所以我都在想,我都要想一下 我都在想,冬天就會回到亞洲 大家會比較冷一點 夏天就大家分 對,反而去到五月都開始OK 是啊 我認識很多歐洲朋友 就經常都會考慮這個葡萄牙的 哦,因為當時是不是那些黃金簽證 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啊 因為歐洲人覺得葡萄牙 冬天都暖 吃海鮮又很便宜 那置業等等 其實都便宜 買一間房屋或房屋 只是放假的時候 一年去一兩個月 其實都很划算 加上,其實COVID之後 他好像樓價又跌了 當然了 他的貨幣 不是,他不是貨幣 他的經濟 很弱的 是很弱的 是啊 我自己去看過 其實很多歐洲的 退休人士是對的 我們就會覺得悶一點 因為我們吃完海鮮 走過公園 然後已經沒有東西做了 沒有什麼購物 是啊,其實購物是 我不是每天都要買東西 但是你要有東西給我看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我真的有東西看 我不用吃東西 三餐我都不用吃的 我吃過雪糕就可以了 喝杯咖啡 就像這樣 吃過湯就可以了 也都不眼睡 不眼睡 不眼睡 那我們需不需要 趁還有少許時間呢 我們可能繼續充斥 看看有什麼購物 如果買到好東西 就繼續和你們分享 今次這個時間 很開心 可以在這裡 和你喝杯東西 聊天 下次我們再來一個 真的很好 但都過了半年左右 我想都要 是嗎 如果我帶了一隻狗來 我就可以留久一點 但他就要這場逃避 對 忘記了你有個寶寶 對 有個寶寶 對 或者我們下次都可以 如果有些結婚多給我們拍 我們又可以一起唱片 一定可以的 我安排一下 因為始終地道法國人 都是比較沽寒 不是沒有錢 都是沽寒 他們都要做些市場 對 所以我去 我去 叫他們 約一下 下次就這樣 約定大家 好吧 那我就離開巴黎 離開Sony 下次才可以再合體 見大家 好 好 好難說 好 OK 好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